好 來 我們今天會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就立印完之後的後處理 主要是要處理到像光光 剛剛其實已經有在前面看一些範例 像這個球的光光的表面 然後等一下我們今天都會到上面去 來操作 好 那我們來介紹研磨的種類 那研磨其實最早的話 其實它分了很多根 研磨大概會用到 像玩的玩具的模型 那個也是很明顯 每一種研磨都有自己的研磨的一些方式 像是什麼 氣色也有氣色的研磨 像氣色的研磨的東西 不一定在模型上就能研磨 它就比較主要 然後像木工 木工的研磨也不太一樣 木工研磨 然後還有死氣的研磨 或者是像什麼 金工的研磨 每種研磨都有自己的一些方式 那這些方式呢 其實我是覺得沒有絕對的 一定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尤其是3D 研磨 研磨是目前現在比較常用的一個 學校常用的一些工具 不管在做 美術啦 或是什麼工具 居多 雖然沒有一個類型 因為是這些研磨的過程 它都會有一些 互相重疊的地方 例如說像沙子 所有的研磨不管是什麼東西 一定會有到沙子 那沙子有分 就是一般的素沙子跟水沙子 那沙子 除了沙子之外 它只會還有一些其他小工具 有什麼研磨棒啊 然後是一台棉沙子啊 這些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比較簡單 講不懂的 也不一定說像 我可能今天介紹的 都會可能就是 一般的沙子而已 那其他的沙子 我可能不會去講太多 因為這個要講下去 講過完太重了 就針對一些內容 3D練音 我自己常用的內容 對 我們可以做到這個程度 對 那有位置 好 我們常看到 這個是 模型的 模型的研磨 基本上它已經 因為它是塑膠射出來 所以它表面上 基本上都比較 那個 平滑 比較平滑 它只會針對哪邊研磨了 邊邊 它割下來的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模型的研磨 都是磨那邊而已 那個都攤孔 攤孔 然後 它那裡也有一些是 用機械的方式 這是汽車 汽車研磨 這個其實在打蠟的 打蠟的階段 打蠟的階段 然後這是木工的 木工的方式 木工的方式 你可以用手工 當然也是 你可以用 有氣動的方式 所以研磨的方式 很多種 我們印象中的這些 凶落咒識 今天我們會屬於 散滴烈 像這個是 金屬加工 它可能磨具就不一樣 然後手勢的 它可能會非常非常的小 或者說有時候 那個像那個金屬研磨 它有一種機器 它會用力行力旋轉 做研磨的 那也是一種方式 那也有人拿那個 來研磨一些散滴烈的東西 也是有 不是沒有 所以其實東西太多 我們今天講的這個 是叫簡單錄 就是 垂手殼的 比較容易拿得到 比較長 所以剛剛講的 那些機器 要插電的 幾乎今天都不會壓大 插電的 你要講到 氣動工具 電動的太多 那你講過 我把它分成四大類 直接打磨 不吐打磨 跟覆蓋法 跟腐蝕法 那最粗暴的就是 直接打磨的方式 這是入門首選 大部分的新手都用到 甚至說之後的三種方式 它在前面的初步處理的時候 也是有必須用到 手動打磨 手動打磨的部分 然後 它其實要最便宜 因為一定要買沙子就好 然後其他都不用 然後它是 可是它的操作最花時間 最花時間 但是它的費用也是最便宜 然後處理的細節 因為 它是手動打磨 手動的 所以你可以買很多不同的 那種打磨的工具 可以伸到比較細部的去打 然後 光滑度 它其實你有耐心 它也能夠注意到 非常 非常好 沒有什麼危險 沒有什麼危險性 OK 好 一般我用到的沙子 都是以水沙族 水沙族 水沙族 大概是80號到 2000 這是什麼意思呢 80就是指 一粒方公分裡面 有80個克力 懂嗎 所以就表示是 80號是很粗的意思 然後呢 最後一個是 一定要有2000 上下 不會用到剛剛外2000 對 然後 那打磨的話 當然越高的 它打磨出來會越光滑 可是這個一定要有先後順序 有時候 老師那我這樣子 下午就用2000就好 沒辦法 因為2000它的那個 因為那個沙很細 它對那種粗的也是摸不動 所以一般311M來說的話 如果我今天印的是0.3的話 我會用大概 80到120號 來先做第一次 第一次眼磨 然後再來 完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移除大部分表面的那個 一些粗的紋路跟一些顆粒跟一些那個 例如像什麼 有水分 然後蒸氣造成那個 泡泡 氣泡 氣泡頂等等之類的 大部分都可以移除了 然後再來我們就用到 大概 三百多到八百隻之間 第二次中度眼磨 中度眼磨 然後呢 中度眼磨大概 大部分的紋路已經可以看不見了 可是呢 表面上 摸起來還是可以有點粗糙 再來 第三次眼磨就是 1000號以上 1000號以上 然後看你要磨幾次 我一次來磨兩次 對 然後到這個時候就可以處理到 非常光光 那白色的 兩邊 一邊 右邊沒有發亮這邊 這邊就是 1500號處理 厚的效果 他一共是磨了四次 四次 四次 好 再來就是其他的一些研磨工具 那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這個研磨棒 這個一般磨指甲也會 這個足度在做那種指甲眼磨 他們也會用這個 研磨棒 研磨棒他們朋友 他就是方便你去從一些角度上去研磨 因為你都用手這樣子扶著 能夠有線 有線 好 那這個是 戳刀 這個應該把這張圖 放在上一張的前面才對 這戳刀應該是處理 一開始可能 有時候 煉影碗來吊絲 用這個戳刀 因為它是鐵的 所以它能夠抹掉 可以把它戳掉 或者說有一些縫隙裡面的 去摳它 還是去砸它 用這個比較方便 把那大赫色這種 會有線殘留的支撐材 用這個戳掉也很好戳 好 最後 到了1500之後 它其實表面上不會是鏡面的 那怎麼樣做鏡面 鏡面其實就是用打蠟的方式去做 可是打蠟也不能一般的蠟 就是你要有研磨效果的蠟 然後布的話你去買 現在的磨布其實都還蠻好的 蠻細的 現在的磨布都還蠻高級的 而且這30塊而已 那買一條就可以了 那種細纖維的磨布就可以了 然後 油膜的話 這個是小罐的 比較適合我們今天上課的使用 這個是MH926 這是我自己常用的 像是我自己的車子刮到什麼 都會是用這個在做修補 對 它類似像粗蠟 不過它有型號 它有型號 因為怕你拿到太粗了 它粗蠟也可以看到很粗 這是比較細的 然後它一樣有研磨的效果 它不是只有打蠟的效果而已 那這個 打蠟完它出來就會是兩面的 這個 而且很神奇 今天 像我們等一下打蠟可以試試看 等於打到1500號的時候 2000號的時候 它還是不會是光面的 當這個用下去之後 就會變成光面的 很厲害 以後用這個來處罰學生 沒關係去抹一個 把它抹到會發亮 很重要 很重要的 就來處罰 上課講好去抹兩顆 要發亮 對 大概流程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到底這樣子 出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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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戶處理就是剛剛講的 100號跟200號 然後 通常會經過三個 中度打磨 西度打磨 跟上期 這就是剛剛我講的流程 只是說這個流程 你要處理到多細 出戶處理 看你要處理兩次 要處理三次 對 出戶通常兩次就夠了 中度打磨大概兩次 西度打磨兩次 那如果有些人要求西度打磨 又到兩千號第三次 也不是不行 也是可以 對 然後再來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做 上色上漆的動作 上色上漆的動作 對 那你可以 你看你要上底漆 這時候就很適合 來上 然後再來就是 最後才會上精油 後米漆保護漆 它其實 精油的東西它 它 有很多個名字 可是它在我看板 它就是 那就是一波 它就是玩氧素質 對 然後是油性的 對 要看 然後最後 乾燥跟硬化 這些之前都要 因為你漆上完之後 實際上它 表面只是乾燥而已 那完全真正硬化 可能要到 一天兩天 至少要等一下 那噴完 然後可能一下午就去拿 那個時候就是乾掉而已 可是你只要用力一點 像我之前 幫人家做完 然後 假如我乾燥時間不夠 直接包裝 然後送去 然後我用泡泡袋 有沒有 送去 泡泡袋 它就會黏在上面 那個溫度 它就會有泡泡袋的溫度 那這整個廢掉 那它光面了 結果你已經要送過去之後 就是最後你乾燥 硬化的時間不夠長 泡泡袋的溫度 就會上去 我就曾經幹過這種事情 所以硬化很重要 不要說 你信長看很亮 OK的 送了就回去 就放了 好 那這個是 就簡單的 最入門的 這個今天會操作到 再來就是這個 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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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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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鋪� 那是最便宜的補兔 然後如果你用的是比較高級 那一樣會有前面的步驟 一定要先做這些 做這些補兔 把這些大的東西去掉 在補兔的話就有份 千萬不要用那種劈圖 就是建築用的那種劈圖不要用 因為那種劈圖其實它是很粗的 很粗的,像某些小廣 除非你是很大件的物品 我會比較建議的就是 還是用那種汽車的補兔會比較好 因為建築用的補兔它的那個 熱到冷縮的那個感覺 會比較大,好像比較粗 因為你在室內沒有看過 你在牆壁是很光滑的 像鏡子的嘛 隨你搶隨你騎在土的時候不可能 所以就知道那個補兔它是沒有辦法補到很亮的 因為它很粉 建築用的補兔它會比較粉的AZ 也是為什麼你知道嗎 就方便我們上漆的時候好上色 可是它不會要求到光滑這些事情 所以不要用建築用的水泥器 或是彈性的更不行 彈性就會磨都磨不動 這個是比較專業的 這個就是模型專用的漆 它噴上去就會有1000號的效果 對,然後你要再去溫線號去摸到光滑 這個當然費用就會比較高 那比較建議的是蝴蝶 最常看到的 汽車糊塗 灰色的,這種都像薄圖 對,然後 它的缺點其實還滿多的 它就是因為它是大罐專業型 它一定要自己手調 所以經驗就很重要 然後你還要有專門的噴槍 然後跟環境 然後還有系統設備 然後你還要做好防護 這個東西,這個學校用 我覺得是有難度的 前面這個比較簡單的 這個也會太貴 這個一罐小小罐就兩張百塊 然後大概噴這個 這一支可能要噴個大概十罐吧 噴個十罐 噴補塗只噴一次然後磨一次就算了 它同樣要磨好幾次 然後這個好了 這個可能要 本身這個可能自己一罐到兩罐 對 所以這個噴補塗是在 人家在做那種鋼彈 鋼彈都很小耶 對不對 所以不一樣 這個拿來做這種 你會很吃重 你會很吃重 好 這樣用沙子 那你噴了補塗之後 那邊表面它的救助金 有覆蓋過一些紋路 所以你不用從剛剛一開始的出磨開始 你可以從600 挑600號直接開始磨 然後我們磨完之後一樣 要拋光一樣可以這樣做 流塵其實大種小異 只是它多了一個補塗的部分 它可以取代 取代那個出磨 然後速度可以更快 然後它可以比較省力 因為補塗它可能深 它在磨的時候它補塗比較軟 補塗比較軟 然後它可以覆蓋紋路 這個特性 所以它磨起來 會比較方便比較快 然後再直接進入中度 那到中度的時候 基本上其實也是磨一次就夠 那細度可以用兩次 換成可以磨光滑 那一樣可以上漆上升 所以它其實就是省略掉你的出磨 的部分 然後它的打磨時間 因為覆蓋的關係 它的時間會真的快很多 那你節省一半以上 可是它有一些缺點 還是跟大家講一下 最上面那個 那個是直接磨 左邊那個是直接磨 所以磨掉之後它是平的 所以它的整個材質都還是什麼 還是三階列印的材質 還是一整個都是PLA 對不對 那這個是噴上補塗 那你只要是補塗 那因為它會跟那個什麼 它會跟那個什麼 它會有填補Fone的效果 所以你看我就不用花那麼多時間 磨到底對不對 這磨到中間一半 你知道 是不是就有平滑的效果了 那邊就是平正的 所以這個它就是它節省時間的地方 那第二個除了之外 它的高度 原本的高度長這樣 你直接磨掉的話 它其實要磨掉 還蠻多細節的 才會變成平滑 對 所以人家花很多時間去 不賣子 而且PLA大家知道 不是那麼好 ABS比較好一點點 都覺得差不多 都很花時間 可是你看喔 如果用補塗的話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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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補塗的話 你看 它就磨掉 磨掉 磨這麼多 是不是就差很多 好 那感覺 它不錯啊 老師說的很好 可是呢 這個問題就來了 它就會有熱脹忍縮的狀況 你看喔 這個畫得太輕了 東西都會熱脹忍縮 大家有念過這個 故意就知道了 然後呢 PLA 因為東西不一樣 補塗跟那個 PLA材質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熱脹忍縮的這個 方式不同 所以熱的時候呢 它會突然 有點 會吐起來 冷的時候又縮下去 然後這個紋路就會產生 它慢慢就出現 然後 甚至在縮下去的過程中 旁邊 靈緣的部分 接縫呢 它就會有一些是 脆裂或剝落 少跟糞的情況會這樣發生 所以我這邊有一些模型 如果是用補塗的話 好像這隻就有 仔細看的話 在某些地方 它就有脆裂的剝落 就是它有點像是 它那種橘皮組織 你知道嗎 的那種 那個就是熱脹忍縮造成 它這隻狗的下半 肚子的地方 它就有一些橘皮 對 跟人 人的那個橘皮組織 也是突然變胖 受限害造成的 所以 它用來講解熱脹 是非常理想 就是它會造成那個現象 所以 你用補塗的話 它會容易造成 可是如果你放在室內的話 就是還好 因為它那個 它那個造成它是因為 你溫差不斷的 就是你 放在室外 戶外的話 溫差不斷的 熱冷冷 熱冷交替 它這個現象 會很嚴重 甚至會有整個就 軍裂 等等 那我這個都放在室內 比較多 所以它只會有橘皮 對 所以它的現象 會因為你放的地方 會有它的嚴重性 會不會不一樣 只不過你是整個要抹的 就會還好 好 第三種的話 是覆蓋法 覆蓋法 最常看到的就是 E-POG 然後 很多的那個 就是環境素質 很多做那種大型物件的 因為大型物件 如果真的你要磨 磨死你 真的磨太久了 對 所以它部分 都比較偷懶 因為比較快速 像他們做COSPA 它整個 整個那個 東西要磨到很光滑 每個面都很棒 那非常非常難 或是一個頭盔我覺得還好 可是它是多整身的配件 它加上什麼 不太有可能 所以它們就用大量的這個 化氧素質 直接就覆蓋上去 它就會有光滑的效果 對 然後它們身邊上面 出動的是這種美容膠 用講美容膠 可是實際上它們就只有兩種素質 只是它們乾燥的比 它乾燥的速度比較慢 不能乾太快 反正我來不及上 它就乾掉了 對 然後 它在乾的過程中 它很軟 軟的過程中 它慢慢的就是會陷到那個 溫度裡面 它會造成一個平面的 鏡面的效果 然後這個砂是比較 難度是比較高的 因為 你在塗上去這件事情 其實就很麻煩了 你就要選擇說 可能是有 你用筆刷去刷 讓筆刷的這個粗形 還有你的力道 你用噴的 那你噴的那個流量 要怎麼控制 如果噴太多 噴太快 噴太慢 它都會造成 可能你噴太多 就會開始垂流 人家講流異體 這是人家它們做的 那一樣 開始也是 要先 一開始都脫離不了 一定要先做一次 就是初步處理 一定要用彩排 一些比較大量的磨掉 然後你前面 你就可以先 做簡單的 可是它不用磨到 它不用磨到光面 因為它上去都是光面 所以它用磨到六個號 其實就夠了 所以要先出磨 跟中度一點磨就好 那表面上 然後 你可以看到說這邊 大部分它都是 這種 平常處理刀都是AB AB2G AB型2G 然後又有一種就是 一劑型的 那這種就會比較貴 那一罐就五十塊 五六十塊 然後這兩罐加起來 它可以塗很多 那兩罐 一組大概有四五百塊而已 可是它可以稀釋 它是亮色很多的 一般我都還是用它 因為它比較方便 因為噴的效果還是最好 這個是用塗的 這是用塗的 好 筆刷 一定 很麻煩 一定要有大 這其實我不太用 塗的 因為塗的我覺得真的很麻煩 花了時間 吃技術 然後 筆刷 因為它真的很大面積 好 然後噴槍 噴槍然後剛剛 可以看到的是氣洞的 對 那比較方便的其實 你用電動的噴槍可以選擇 這電動噴槍能夠微調 對方就不多 它沒有像氣洞 它可以調什麼廣度 因為它可以根據它的氣壓變化 它可以噴的比較廣 噴的比較細 或是集中 對 那電動的也能調 可是它能調的那個 但是它是固定的那個壓力 它沒有辦法做變化 所以它能夠調的就不多 所以氣洞 可是它很適合拿來噴 噴那個精油或是油漆 所以氣洞通常是噴油漆 比較細膩的像是氣震烤漆 就不會用這種電動的 它一定是用氣洞 對 這樣就做油漆 所以你現在發現流程其實 很接近 很接近 初步 初步處理 一定要 然後就做 然後再來就直接做 中度打扯 然後就開始上漆做覆蓋 反而是乾燥時間 你要給它9點 9點 然後乾燥跟硬化很重要 然後之後呢 就做上漆上漆 它其實就是已經就是 晶面效果 也連拋光都不太需要 就連那個 那個 汽車拉眼光都不太需要 它就會是晶面的效果 然後它大概會像這樣 它就是這個 跟剛剛那樣真的不同 然後這一個 一個是 直接去掉 對不對 然後一個是直接 拌一拌 那這個的話呢 它就會變成是 直接整個 蓋過去 蓋過去 那為什麼 可是你看 你會發現 整個蓋過去的話 有個缺點 對 可能它就有個缺點 對 然後 它會變得比較厚 厚很多 所以這邊剛剛才有講過啊 你要做一點點簡單的研磨 它才不需要 它才不需要蓋這麼多下去 它不需要蓋這麼多下去 它不需要蓋這麼多下去 對 所以這個是 覆蓋的訣竅 如果你都完全一開始 連粗膜都不能 你就要覆蓋很大一片 那覆蓋很大一片 那覆蓋很大一片的缺點是什麼 你會發現這邊 就用很多對不對 不是在 不是在省那個材料 用很多心痛 不是 你在用很多啊 你這邊 乾燥的時間就會加苦 就不平均 懂嗎 可能上面已經乾燥了 這邊還沒乾 那不要緊 那也還好 如果是暢 這時候如果有熱脹很縮 或者是有一點點 碰大還是什麼 碰到這邊沒事 碰到這邊軟掉 它就會有凹痕出現 所以它是建議 磨一下 再做覆蓋 做覆蓋 這個是暖型 最後一個 這個一個 腐蝕法 這個腳我們就要上去了 有實話 它是 有危險度 可是它的這個 它成型的效果非常的誘人 你還是 會忍不住想要用幾次 像我這邊就有用 用真的只用幾次而已 就這隻狗 跟那隻豬 然後 這個也是 我大概做這種腐蝕法 再做這幾年下來 大概 加起來 回到十次 對 很怕死 常做的話 我就不在這邊了 好 所以 這個 大家知道就好 不用 實際上去操作 不用實際上去操作 除非你有 真的你有 很完善的設備 衝鋒機 防塵罩 什麼套 然後去哪 來 初步的研磨還是要的 沙子 研磨是一切的根本 然後呢 大概用到80-240就夠了 這真的就很粗 就只要粗活就好 再來呢 現在目前有型的三大人 第一種就是ABS 我第一次接觸的 ABS冰 為什麼會接觸冰糖 冰糖比較好取的 冰糖藥房買得到 對 然後 它的燃點大概在 7-80 再來是三綠 夾腕 這個東西它其實就是綠房 綠房是故意拿這樣套的照片 讓你們知道 尤其它的名字 它就是綠房 綠房它是有管制的 它買不到 對 你要去 買壓克力接著劑 就買得到了 不知道為什麼 對 奇怪 可是 買壓克力接著劑機 它可能就會有套一些東西在裡面 就不是純的 不是純的 可是它還是一樣有那個 能夠去蒸餾的效果 那它大概 在 它的藍點大概5-60度 5-60度 然後再來是新的 就是因為 最近開始流行了 有人使用 有人用過今天覺得危險 這種就是酒精 這是酒精的 現在煎蛋了 所以它的材料也是 針對酒精可以濃的 這個就沒有危險性 酒精的危險性就是 做太久會醉 會醉 會有幫的感覺 不知道那個 醉就還好 大家都沒有感覺過 所以那個就還好 可是 前面這兩個就很恐怖 丙銅這個是有乾毒性 這種做設計的 常常熬夜乾白就不好 所以不要碰這種東西 就少碰 然後 那個 濾紡 濾紡的話也蠻危險的 所以濾紡不好買 所以一樣 最難買的是中間那個 濾紡是哪裡幹嘛 你知道嗎 那個歹徒綁架 然後手帕 扶著然後就暈倒 那就是濾紡 它 有可能在蒸的過程 這一陣讓你自己就暈倒 對 所以它是比較危險的東西 所以你看那個 壓克力在黏著的時候 他們都是用那個 針筒 都一點點一點點在用 可是你要做 拋弓針 你是一個很大量 一次40ml 喔對 忘記給你講 它10ml就可以殺一個人 不小心吃下去10ml就掛掉了 10ml多少 這樣子而已 一點點就可以掛掉 這樣很堵的 所以它幾乎會買不到 所以你是看到那個網友 可能在用這個 濾紡在做拋光 就想說 沒有 這是不是你最後一篇文章 很怕的是它最後一篇文章 這三個都是用加熱嗎 對 這兩個都是加熱 恩 其實不用到 加熱其實就更危險了 燒傷力更強 對 加熱其實燒傷力更強 其實不用加熱 等一下我會稍微講一下 對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講的是 我們大概前面講的是薑餅吧 被濾紡自己也沒做過 那我蠻危險的 對 薑餅吧 冰桶的話你可以用PP 就是你 就是你不會分沒關係 就是 那個罐子拿來 看它下面 待會可以收得不到字 你要看它5號 5號就能夠裝餅 餅還是最安全點 然後你不要加熱 基本上滿安全的 我這個是加熱的方式 加熱也要隔水加熱 不然你會 它60度就燒起來 表面上就會有火焰 對 那我有試過 不會爆炸 就是會燒起來 就跟你喝那個調酒一樣 對 然後 效果真的非常 非常好 我這是完全沒有油的 效果 那這是加熱的 加熱的過程很快 在那邊弄 它就 光面很快 對 可是加熱畢竟危險 危險 所以呢 另外一種方式 所以 彬桶真的 它的腐蝕性 對ABS的腐蝕性 真的很強 不用加熱 光放 就是把它沾濕 放 沾液纸上沾濕 放在箱子裡面 光放著 它就能夠腐蝕了 那隻狗都是這樣腐蝕出來的 對 所以 它腐蝕現在大概是4個小時 慢慢的 對慢慢的來 你加熱就大概2-3分鐘 而且很容易就是 會增過頭 多個30秒就差很多了 對 很容易增過頭 讓它隔離 不能讓東西直接接觸到 那個 液體 都要給它一個隔離 然後出完效果 就 非常好 不過表面沒有膜 沒有膜最常有 有膜的話 就會非常的 光滑 沒有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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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膜 方式是一樣的 可以用膜 是膜 膜很毒 10克可以殺人 所以 不要用 那這個膜的話 就是你這個 直接用粗的膜就好 噴完之後再用它去蒸 就好 對 然後不要超過 你看 有一個這個是 不小心超過的時間 六個多小時 兩天七個小時 那就開始塌了 所以這開始有點技術性 例如說 後來可以發現說 欸 可是它上面很漂亮 很光滑 然後就發現說 噢 原來你的那個細度也會 如果你今天是 做了什麼 假設什麼 你做那種卡通 假設 超級細胞的 然後你頭已經 增到就是 還不夠光滑 可是你頭髮是一隻一隻 一隻細細的 你頭髮可能就先軟掉 對 就變成普通型態 就不是出來這樣 對 蒸完之後變克林 這樣子 對 對 所以 蒸的話 它也是有些缺點 就是說它有些細的部分 沒有可能在蒸的過程中 它會變形或軟掉 像這就是軟掉 因為它腳比較細 所以這隻木 如果要真的好的話 它可能放心它喬一下 可能腳要朝上 來蒸 它腳才不會軟掉 所以後來那隻豬 豬今天沒有帶來 豬的影片 都是圖片沒有帶來 豬在蒸的時候 就是真的把它 四腳朝上 跟它烤乳豬一樣 它的腳就沒有軟掉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差別 就沒有軟腳 對不對 因為它的結構比較細 所以蒸的話有一些 特別的這些 這種 符石的話 有一些這樣 所以蒸完之後 它可能是軟軟的 會有點像那個口香糖的感覺 那時候不要去碰 碰了指紋就上去了 對 好 那前面上路這兩種 就是如果真的要 真的要我試試看 我覺得比較建議 就是用餅桶就好了 餅桶手不要碰到還好 一定要在通風的地方 用濾紡要特別注意 因為濾紡你要壓刻意 在做壓刻意採切的 他們都是用蒸筒 一頂一頂再用 你知道嗎 因為知道 用的量很少 很危險 對 如果用蒸的 就用到很大的量 那就很 會滿危險的 對 所以不建議這樣 用餅桶來 很了解一下 這樣就好 那蒸筒是有毒的東西 那後來就是有廠商 就是有講 他們出了一個 酒精性的 這個耗材 它比較 這個耗材 比較好 就像PLA 不過有些缺點 講出來那邊 我會講 就是 餅桶 雖然比較安全一點點 可是它麻煩是什麼 你知道嗎 它只針對ABS ABS不好用 ABS 跟PLA比起來 ABS 它有一個熱場 它有一個溫室 然後它也容易翹點 體面不到100度 也不能硬ABS 然後ABS硬了 所以它就是有點 雖然比較便宜 比較安全一點點 可是ABS不好用 然後PLA是比較好用 可是它的稀釋劑呢 它的那個龍結液很毒 很危險 所以這兩圖不是 所以是出了 就是出了腐蝕性的這種方式 出了一個酒精的這種方式 它整個就安全很多了 因為它的 電液的品質跟性質呢 它的特性像PLA 是好硬的 不用開熱床 也不用封閉熱環境 然後酒精呢 本身也便宜安全 對 可是呢 這種東西就是這樣子 有一好也兩好 可是呢 它的耗材就會貴 它的耗材是一般耗材的三倍 對 三倍貴 三倍到四倍貴 對 然後它的電子耗材貴了 對 東西前面都是 剛剛講的什麼濾紡啊 冰桶啊 都是很便宜的東西 那個化工五六十塊就買得到了 五十塊會大罐 我記得沒錯 綠紡是沒有去買一個小的 不過我記得也是很便宜的東西 綠紡不便宜 因為你要特殊管道就給我 特殊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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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果你是去大陸買的話 就便宜 大陸 對 對啊 去淘寶就算特殊管道 沒有錯啦 對 所以你走到海運嘛 不能走空運 要走私人即往 可是買回來還是便宜的 但是如果 到了台灣分裝都變貴了 它還是便宜的東西 可是都很危險 可是這個東西變成安全之後 就變成它的耗材 跟它的東西貴了 然後呢 它有一台機器 它有一個縫閉的機器 對 然後它酒精不能加熱 酒精的濃點更低 一下就燒起來了 可是它酒精是用霧化的方式 它是用洗蒸氣的方式 在裡面 因為那台是霧化機 它要去蒸 霧化機要一萬多塊 一台一萬多塊 對 它幫你打霧 你要客服一點 就是買那個 一般的那個 那個什麼 那造景的那種 水池用的那種 霧化機一樣就可以 然後你有一個鋒利的箱子 把它造起來 一樣有這樣的效果 對 那你只要買它的 浩材就好 對 然後它的機器有好處 它會一邊在震的時候 它會一邊旋轉 讓你比較均勻的方式去 溶解 溶解的時間大概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它就可以得到像那樣的 光滑的程度 後來我是沒有買的 因為我覺得 還是要磨的好了 對 然後來看一下這個 架工 一樣就是初步處理 一定要有的 然後再來就是 隔離跟墊高 這個很重要 就是它不能直接 泡到那個液體 都是透過物化 或者透過那個 蒸氣的方式 來那個 然後就好 所以 它還是它的魅力在 魅力的就是它 很快 然後基本上 不用什麼太多的處理 就是一個全面 初步的處理 簡單摸一下就好 對 好 不過 它的表面光滑 並不是真的 這麼光滑 這件事情 來看一下 真正光滑還是只有第一個 出模的這種 直接暴力模的光滑 最光滑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是剛剛講的 那你看這個是 是複石的 不是讓表面軟掉 對不對 然後它塌下去 然後 進了的光滑 所以它的表面會有一點 它並不是完全全的像 磨出來的這麼平 它還是會有這樣的光滑 所以你可以看它們 就算是變亮面 仔細看它的橫紋還是存在 雖然存在可是它是波浪型的光滑 它沒有辦法到這種完全鏡面的光滑 你看到這個完全不會有波浪型 這個很細微的 有點像我們在做商業的時候 我們才會看到這麼細 不然它一本上用酒精撫持 對一般的學生作品來說其實已經很OK 但是不然它做一些商業處理的商業檢查 會覺得說做到 所以最終還是會進入獸光滑 那才是最佳的一個方式 像我們在做一些商業的案子 它也是都是最後還是會用獸磨的比較多 然後補兔盡量不用就不用 對 盡量沒有變成鼻子 它會很難找人說 對 然後在研磨的時候我記得 這邊 一點請老師印象一定要跟老師講 就是 那邊不是可以伸的邊框嗎 對不對 邊框至少要 1.2以上 對 沒有射 沒有射子 大家可能稍微用力一點的同學 可以把它抹穿 可以抹穿 可以抹穿這可能 不過還好 因為 我這個沒事就應該沒事 我同一個檔案一個 好 好 這盡量就是 三 三層以上 因為噴頭是0.4 三層就是1.2 對 對 敗文的部分 好了 這樣子大概這四種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幫大家總整理一下 就是 這四個方式 給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 直接打磨 不如打磨 覆蓋 他們不管這些方法怎麼延伸 都脫離不了第一個 就是 直接打磨 所以這樣我是最基礎的 因為看 後面這三個方法 也是只是省略 省略直接打磨的前面的步驟 或者省略後面的步驟 實際上他們都以為 都同樣的目的就是要變成光滑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練習的就是 這個 直接打磨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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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用到的一些 這個 一些圖案 不確定 對老師可能要做講報 還是 要交報告 什麼的話 可以 用我來為己做那個 QR Code QR Code 我不曉得四個畫面 不會太多 所以你只要把那個 照相 然後把那個字抄下來 到斷 再上去搜尋 就可以找到這篇文章 那你就可以複製裡面的 圖片 你要做簡報 做報告 所以比較方便一點 像這個就是 覆蓋型的 有沒有 覆蓋型的打磨 我先用介紹 文章內容 這個也是覆蓋的 這是台灣出的 它有一些缺點 就是說如果你有一些紋路 比如說你要覆蓋 覆蓋太深 紋路會被你覆蓋掉 對 本來是 本來是那個 沙皮狗 你覆蓋完就變成 隔壁狗 很光滑 對 變得很光滑 或者是變成 本來是狗的紋路 覆蓋完 變成像海豹 海絲 變得很光滑的感覺 所以這種覆蓋法的缺點 然後這個剛剛 做Costplay的那一個 就剛剛做Costplay的那個 它那個 整個流程的介紹 老師 您可不可以給我們 給我們那個 您的那個網站 網站 喔 我這邊抽一下 或者是您現在直接上去 我們拍照 這邊 你直接在電腦上的出路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做簡報的話 因為你拍照沒有用 拍照的話 字跟圖片都不能編輯 你上網站上 你可以複製我的圖片 跟複製我的字 可以編輯比較方便 對不對 來 到了我們再上去 然後我們在那邊有搜尋 搜尋這些標題 就可以找到 就可以方便編輯跟下載 好這個 這個是跟剛剛 冷泡風的這個過程 完整的紀錄 然後加熱的 加熱比較快 好 酒精的 好 這是國外 國外一開始的用 國外是用那個 金屬罐 我覺得是不用金屬 這樣了解硬 有沒有特性 其實用5號塑膠罐其實都可以 來折 所以不用到金屬罐 好 最後補充 就是如果有這種雕刻的老師 有一種雕刻型的那種 補充 很神奇 就是它硬完之後呢 很穩 對不對 然後呢 它可以直接幫它做加熱的動作 它就會軟掉 像土一樣 軟掉 然後你就可以 那邊講 它剛剛被刮的 然後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做 做調歌 它很軟 很好做形 這是新的材料 這是新的材料 然後它除了 它可以刮掉之外 它還可以做天佳 它可以濃掉 它有點像蠟燭的感覺 而且不是蠟燭 比較軟 比較軟 一樣這篇文有寫成文章 雖然這是標題 一樣在網站上可以搜尋到 它可以透過添加跟 然後 這個國內目前我們沒看到 有代理商 這個國外還得到 等到我們 那個網站上有附 連結 我真的有興趣 用國外的方式來購 也是可以 國內沒有代理商 全沒看到 對 好 那我們今天結發就到這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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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